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怪物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国君搞什么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你的单位有岸编制在用人吗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未岸编制用人这种情形 应该大多出现在迎联级单位 官士兵都有 尤其是士兵阶层人数最多 明明士兵就是最好调整职务的 只要去接受相关班队的训练 取得了相关的证书 人事就有依据可以调缺了 那迎职为什么不这样做 因为他也不是笨蛋 他干嘛要花一两个月的时间 让你去取得证书 反正我营长两年就下了 最多三年 你能拿我怎么样 所以你会看到一堆基层的士兵 是为案编制在做事 各单位的士官督导长 你是不是应该要跳出来 好好的管理一下你的士官兵 军官的部分最常见的就是签个资源案 把排长或者是副连长叫去做营部 或者是旅部幕僚的事 一去也就回不来了 所以我坚决反对基层支援上级单位 基层是很辛苦的 你又要从基层把人拉走 你这个上级还有没有良心啊 你一个电话记录谁不会 当初269旅航排长的副排长 如果没有到六军团去支援 好好跟排长相互配合 或许这件汉事就不会发生了 那你也不要跟我说 军官很缺啊 缺个屁啊 110年的招募员都下修了 表示边线比应该提升了不少才对啊 怎么还会一直出现资源的情形 你国军自己对人员派职跟管控有问题吗 曾经在教召接训备翼实情兵的时候 看到一个实情兵一直跟其他弟兄说明 汽车保养维护的小技巧 我就跟他说 你很厉害耶 又会煮菜又会修车 你以前在部队一定很红 他回我说 我完全不会煮菜啦 我是驾驶兵啦 单位当时没有缺 先把我放在实情兵的位置 退伍的时候忘记调回来了 你们看看 这也算是另类的未案编制用人 如果明天作战了 我们的被疫的士兵 这种状况很多 该怎么办 这已经涉及到国安的问题 希望国防部能对未案编制用人 这个部分多加用心 显现出国防部的价值 以上是我针对 你的单位有案编制在用人吗 的分享 就提供大家做参考啰 如果大家对国军基层各项事物 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我会尽力为大家解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 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